下面第三个问题 地球和太阳有没有末日 肯定的说有 非常之遥远 什么时候有呢 比如说就拿银河系来说 一百亿年以后 仙女座大星系将和银河系相撞 在这种相撞中 我们太阳将会经受剧烈的动荡 但是那只太阳恐怕已经变成白海星了 我们地球也没了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视频 五十亿年以后 我们太阳将爆发变为一个红巨星 地球将被吃掉 大家记好五十亿年以后 我们也有一段视频 可以很形象的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请看 我们太阳就发生膨胀 我留一个问题 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太阳到五十亿年以后 为什么要膨胀 你看这个视频 我们再重复看一下 水星通没 金星通没 下一个该通没的 就是地球 这种五十亿年以后 这种五十亿年以后的事 被我们有些人做这个科幻片 把这个概念引用到了现代 这种五十亿年以后 大家看得严真正的地球 就被太阳喷出来的火焰 烤化了 气化了 这个说法 这段片段 就是来自于 我们关于2012描述的 另一个科幻片 在那片 大家可能看得不多 这个片的片名就叫 神秘代码 又叫先知 在网上现在可以搜到 有兴趣 大家可以看看 他就把五十亿年后的事 给搬到了2012 说2012 太阳将会发生火焰的喷射 把地球烤化 气化 没了 这是时空挪移 灾难片 科幻片 善于用这两个手法 一个时空当挪移 一个偷换概念 大家有机会再去看看 思考一下 科学家初步测算 1300万年以后 将有长周期彗星 轰击地球 造成类似上次恐龙灭绝 那样的灭绝 转发生火焰的 这种事可能发生在1300万年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家组织了一个联合考察团 考察了从现在倒退2.5亿年的这段时间 发现地球上生命已经发生过 七次的灭绝的规律 而每次间隔2600万年 上次恐龙是6500万年前 恐龙只后发生过两次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担心了 下一次在什么时候 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算一下 6500万年减去2次 5200 1300 我们现在正处在安全地带 1300万年以后 有大量灰星可能冲击太阳系 那时候有少量浪亡分子 可能要轰击地球 如果人类那时候还在 可能会采用高科技手段 仿惘于未然 第四种情况 一万到百万年之内 短周期彗星和小行星 可能碰上地球碰撞 那么这种碰撞 也可能给我们地球造来灾难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段视频 这是一段 模拟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视频 一颗直径十几公里的小行星 脱离了小行星环带 朝着地球飞过来 它距离地球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而地球人全然不知 依然沉溺在平静 舒适的生活里 小行星冲入地球的大气层 极高的速度 使它与空气产生了剧烈的摩擦 它开始燃烧 气化 燃烧的火焰照亮了大地 人们惊恐地看着一个巨大的火球 掠过上空向前飞去 大冲创终于发生了 爆炸威力超过了成千上万颗核弹 闪光刺眼 气浪滚滚 大地轰鸣 天奔底裂 爆炸的烟尘巨浪向四面八方蔓延 铺天开地的迅速扩展到整个大地 和冬天不期而止 生物开死了相继的灭绝 乌龙从哪个角度来说 我们2012会不会有灾难 没有理由 我为了讲这个课 也前方百计搜索资料 查一查2012 12月21日是怎么回事 12月21日原来是 玛雅的一个纪年 玛雅的纪年历历 一个岁差周期 25786年 这一个岁差周期分五个太阳级 每个太阳级5157年 2012年12月21号 恰好是第五个太阳级的最后一天 立法的末日 不错 没有理由表明这一天 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重大灾难 不要总拿2012说是 我们有些媒体 动不动说2012 这就引导了我们很多的人 对2012灾难出一种四性非性的阶段 一种状态 地震贫乏是不是意识着世界末日到来 我们特意考察了这一系列地震 发现这些地震 比起我们中国历史记载的两次高峰差得远了 小屋见大屋 我们哪两次高潮呢 以此重求战果阶段 有那么一阶段 比地震又强烈又频繁 第二个阶段 我们中国历史上 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 地震非常频繁 比这些地震强得多得多 下一节我将讲到危难紧迫的地球 它主要的内容有两条 一个地球美景 入诗如画 第二 人造危难 迫在眉睫 我也给同学们留两个问题 回去思考一下 地球美景在人类手中 还能秩序多久 第二个问题 最大最紧迫的危难 来自何方 我的专题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